喂 喂 I don't even know what the fuck is happening 天哪整个刚度假回来就一堆事儿 我的妈是回来就水腻了还是怎么样 其实度假肚子也挺不瞬间的 Hey guys this is your boy Alexander Come on at you with another video today 今天的视频呢是一期开箱加聊一下 一些很严重的事情 聊一些很 有孙我名誉的事情 先把快递拿过来 咱们边开箱边说 OK 第一个快递 遇到这个宝石喷我就挺要食 在北京时候在群人事里面 疯狂被令那个贵解案例 他送了一个小样 Thank you me 那你们现在可能在想发生什么事 但我相信大部分人 应该也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就是有人给我刷粉 然后我到10万的时候被查了 因为每个up主10万的时候 都会查一下就是粉丝嘛 而且查出有2.5万个粉被刷的 而且我们去MD站查的时候 从3月22号就开始刷的 而且每一次是 这就是恶意的那种平稳刷粉 而且那个IP只是苏州的 他们知道我们这种10万什么 都会搞那种抽奖什么的你知道吧 因为不可能有的粉丝 为了10万抽奖 去一直给我刷粉 从3月你知道吧 最近水腻你知道 不止水腻的我妈 然后我给大家录彩虹那个 骄傲乐视频 放的硬盘也坏掉了 这15秒 就剩15秒前头了 现在正在修 然后又出这件事 然后呢 妈呀出去玩的时候 就也没玩儿痛快 你生气吗 没事你知道吧 你觉得这样能达到我的话 你随便你知道 我视频数据大家看得到 就like 虽然讲粉 就是可能就 不知道该如何说了 你知道现在怎么办 就是真的挺过分的 如果是各位粉丝的话 就不要 就请停止这种行为 听到我电脑说的了吗 我如果是粉丝的话 我们知道你好 你希望帮助我们 Alice更快的成长 但这种在任何平台 都是不允许的 就我们是在每一次 都在努力的做视频给大家 我觉得不可能粉丝呢 不可能有个粉丝 从我三千多分的时候 就开始刷啊 我们现在要买其法制动物器 来保护我自己 就是反正这个东西 我们不会彻查人家 现在已经查出来 IP地址在苏州了 其实对我没那么大一个钱 你知道吧 老娘能一次上十万 老娘就第二次上十万 等我老娘一百万的时候 回头看一眼 你就是个小波波人 我买的手机看得到了 因为我换了华为手机 现在 ZAM It's so pretty 但大家如果因为这件事 觉得说 Alice买粉被抓了等等 你知道的话 你要觉得我是这样的人的话 那你就可以出去了 like I don't even know 带你搞我的人 我发音机你知道吧 我会找到你的 我会采取正当措施的 下来开箱的东西是这个 Banana Bowl 我香蕉穿这个扇候修复 太好了 这个很好用 大家很推荐大家用这个扇候修复 尤其美黑的大家 为什么很香香 几多了 三 我现在修可 这是你的火根 当博主真的 你就要面对很多 像这种事 我都不知道会有这种事发生 别干的走后门的事 别干的小阴险的事 有胆他们约出来 秋名山下 咱们来打一下 OK 不带武器的 就单纯那种 骨节对骨节 是谁搞我 我好想知道 这太丢脸了 因为我都炫耀一圈了 你知道 我都跟别人说的 我生完粉了 现在人的 100K 结果呢 一招回到解放前 从100K掉到80K 看起来还行 但你知道吧 从10万直接掉到8万 就从两位手变成单位手了 我觉得很贵的 这是另外一个防晒 110度SPF的 每刻一定要防晒眼 尖母防晒霜 我很推荐这个 这是防水的 也是香蕉船的 我有点生气 而且我现在耳朵里面 还在地狱少女被杀的 你知道 如果是个粉丝冒创 我希望你在私信里面找到我 然后咱们俩谈一下事 我就会跟你说 这是不对的 你知道吗 你再爱我也不能够刷 但是如果你是公司的话 你如果是搞我的话 我们会打关子的 我跟你说 我们连带10万粉丝 那抽奖的奖品 都拿到了 你知道吗 所以各位粉丝也帮我找一下 蛛丝马迹 我知道你们是最好的小侦探 你知道吗 帮我找一下蛛丝马迹 OK 我讲上这小壳还挺可爱的 Lady Ico 这是3N1 4W4看一下 混下来到时候 对 我又买两个混的 我是不是有病了 我现在都多少个瓶粉丝叶 你们自己看一眼 这全是粉丝叶 这个好像是Sammy寄给我 那个星巴克的杯子 是可爱的 这么大个 喝几吨水 你知道美国很喜欢拿这种杯子 你知道拿这种杯子去那个斯尔巴 你这把杯子给的 咱们会做好 给你放杯子里面 哇 这太可爱了 怎样 你值得拥有一下 然后那个小那个墨西哥那帽子 天哪 这太Q了 Thank you Sammy 冲刷了我这一天的雾霾的心情 如果你是一个公司 我希望你们以后会要再这样做 因为这样的话 真的是很没意思 很多计划很多花费 都会因为你们打水漂 你知道 本来预计的比如说10万送东西 还有各种安排什么 全是因为你们干这些事 如果是竞争对手的话 这样干的话 这可能就是你们想打的东西 但我觉得真的挺没意思 你知道吧 像我今天说了美妆界还这么稚人 你知道吧 别就着急赚钱 没用你知道吧 你越着急赚钱你死的越早 之所以选择B站的平台 我也觉得是B站是一个 像XX一样坚持做自己东西的人 不是说只卖博主的人设 什么博主都知道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 才会造成这么多纷争 我觉得很没意思 你知道 都不太好做自己做自己东西 都在讲怎么扁倒对方 就 下一个快递是我买的那个头巾 其实那个日本包便当 我拿来榜头了 那也可以你知道吧 时尚嘛 随你怎么玩 我也不知道大家 怎么现在是怎么看我 因为很多人现在是从调坟榜里面过来的 Hello 我觉得这个视频不能就是 还像以往那么搞笑的 因为这件事真是一个很严重的事 你知道吗 其实优损我的名誉 优损我公司的名誉 而且很耽误我们行程 这个视频只是一个澄清视频 本来当时化个妆的话 但我化妆就是单独一起 我还是想给你们看看 就是某一种装什么的 这期视频我想先剪出来 先放出去 因为这东西不可避免吧 但是我也希望还能理解一下 不要觉得说说 Alex是一个买粉王子 然后怎么着 我觉得大家跟我这么长时间 大家也能从视频里看出来 我这个人是买粉王子 查清楚一定会给大家一个答复 不会被这件事打扮 今天早上刚录视频之前 刚知道这件事 你知道吗 你觉得我是买粉王子 就是你们的自由 但我 I don't want to share my side of the story 因为我也不知道在发生什么 像现在 10万份的礼物已经全好了 然后我们再打到10万份 可能以后就会 立马抽奖了 so that's good 正常更周三 周六 还是会更新视频 不会被这件事影响到 咱们周三 周六晚了见 OK I love you guys so much Bye